面对妖月所问 楚清禾并没有感觉意外 妖月吉女虽然见识不凡 但到底涉及到天地人三花 即便是妖月的师父 除非是茗玉公已经达到了第九重圆满 否则的话都不一定能够凝聚出的花 自然 对于妖月和水母阴姬吉女而言 又能从何了解太多和这精神力方面相关的信息 对此 楚清禾解释道 不同于地 人二花 只需要在身体或是真元 通过天地之力淬炼到一定程度后 便能够顺时将这底 人二花凝聚出来 人的精神力独特 而且涉及到脑部 所以和真元以及身体的淬炼差别极大 在淬炼精神力的进度越靠后 舞者的反应也会越明显 过程之中舞者都会陷入到一种油弱健强 然后在盛极而衰的过程 目的倒是和驾一神功的武学理念有点类似 带到精神力衰减到一个临界点后 舞者便会陷入到一种龟西假死状态之中 然后六时骤增 这个过程内 能够将自身五道感悟融入第六时内 便能够让第六时蜕变成为天之花 将楚清和索言收入耳中 紧你脸上这才是流露出明雾之色 一旁此时凑过来的曲飞烟开口道 以公子索言的话 当时那武当山上的张真人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才打不过旁班 但话刚出口 曲飞烟又是轻易一声道 这也不对啊 听当时那旁班说的 蒙赤行几十年前就败给了张真人 现在那蒙赤行天地人三花凝聚 没理由现在张真人 还没有凝聚出天地人三花啊 文言 楚清和诞生道 所以说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 一旁的水母音机开口道 那张三丰已经是在凝聚五道金丹了 楚清和点头道 应该是了 应该是另辟蹊径 想到了其他的特殊之法 迈入神作镜 只不过看那张三丰的脸色和气息 当时应该还差临门一角 林诗音开口道 这天地之力的问题 困扰了那蒙赤行 以及扫地僧百年 却没想到 张真人反而要先他们二人 一步领悟出他入神作镜之法 不过楚清和 并未在这一方面过多地停留 而是话语一转道 所以你们后面 在凝聚出第六时候 最好还是在我这边待着的好 不同于张三丰和蒙赤行 以及那令东来这一类天人静圆满的高手 凭借着天意四象诀 即便是现在的联星体内气海学中 都已经是存储了不少炼化后的天地之力 想要以天地之力 淬炼精神力 从而让精神力凝聚出天之花 所花费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出门在外 若是在凝聚这天之花的过程之中 出现了什么意外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听着楚清禾所言 水母阴姬和妖月吉女皆是点头示意 心中念头落下 连心看着楚清禾道 姐夫你现在神情都这般憔悴了 还有多久精神力才会淬炼完成啊 楚清禾估没了一下后回应道 快则五天 慢则十天吧 旁边 再明白了楚清禾现在如此憔悴 并非是因为这些天操劳过度后 连心心中才是微微放松了下来 还好 后面还可以放心折腾 不用担心姐夫身子骨受影响 或许是放心下来的原因 此时的连心甚至于还轻轻出了口气 而其他的三女 虽然没有像连心这种 明显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但神情也皆是放松了下来 事实上 刚刚就连水母音机吉女 在看到楚清禾那憔悴的样子时 心中都生出了给楚清禾放点假的想法 毕竟一顿宝和顿顿宝 吉女还是能拎得清 这边 楚清禾开口道 等后面我这天之花凝聚后 你们每日还是用些时间和我对异几局吧 东方不败 像是明白了楚清禾的想法问道 你那对异之法 能够同样让我们早点凝聚出第六十 楚清禾点头道 不错 得知了楚清禾 竟然还能够通过下棋 帮助他们凝聚出第六十 连心不禁愕然道 那姐夫你之前 为什么不用这样的办法 帮我们凝聚第六十 楚清禾揽声道 这种恋神的棋局最为好神 我之前都没有凝聚出天之花 精神力未能凝聚成实质 若是不止一次 自己都得睡一天一夜 而且当时你们都未曾服用凤血百文单 恢复力不足 这方法用了反而有害无益 有些东西 虽然说可以用 但后遗症同样不小 如果说必大于利的话 楚清禾自然不可能将这些东西 用在自己的人身上 东方不败不解道 这缝血还能对精神力有用 楚清禾点头示意了一下 人体本身就玄妙 牵一发而动全身 体内一些经脉还有穴位 同样能够影响到神智 精神力受损 相应的经脉以及穴位 自然也会有所不适 否则的话 也不会有这一通 则百通这样的说法了 或许是现在第六十的影响 此时在一番沟通下 楚清禾看起来给人的感觉 更加憔悴了一些 脸带着脸色都带着几分苍白 见此 东方不败几女 也没有继续再和楚清禾多说 免得让楚清禾伤神 片刻后 随着几女走到院子里面 等转过头看了一眼 此时一只手撑着脸 显得有气无力的楚清禾 几女相互间对视了一眼 随后 在这眼神交汇间 几女也确定了 在楚清禾这天之花凝聚出来之前 先让楚清禾晚上一个人独享主屋 面舞 宜婚嫁 寄冻土 相比起前面几日 此时的楚清禾神情看起来更加的憔悴 整个人坐在石凳旁时 给人的都是一种冰样样的感觉 可偏偏配上楚清禾此时那俊美的相貌 却给人一种温弱感 还有一种破碎感 让人漠然有种想要将楚清禾抱在怀中 好好安慰和照顾一番的感觉 就连东方不败 以及腰月今日修炼的时候 都时不时地睁开眼看 急眼楚清禾 然后强行压下心中 去照顾楚清禾一番的冲动 毕竟他们现在去照顾的话 娶非烟吉女大白天的就全部睡过去 倒不是什么大事 关键是吉女也担心这种照顾过后 反而会让楚清禾更加的虚弱 在这心中的斗争和思绪的斗争之下 导致于两女今日修炼的效果都是事倍功半 东方不败以及腰月都是如此 更别说水母阴姬和怜星了 看着那坐在树下 时而有着绊绊山茶花 落于身上或头顶上的楚清禾 怜星不禁心中暗自感叹 不愧是姐夫 不管是什么气质以及感觉 总能够让人对她的爱意多增几分 旁边的水母阴姬不用说 看似在修炼 但体内那真元的波动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 无非就是一个过场形式罢了 此时此刻 思女的表现充分地演绎了 什么叫做美色当前无心修炼 扣扣扣 这时一阵敲门声忽然从前院的位置响了起来 听到声音 院中的曲飞烟停下了修炼 转身向着前院走去 等到曲飞烟回来的时候 曲飞烟的手中已经是多出了一个信封 公子 信 听到曲飞烟所言 楚清禾轻轻挑了挑眉 然后接过了曲飞烟递过来的信 带道将这信封打开 抽出之中的信后 楚清禾神情才是懒散下来 在将信上的内容全部收入眼中后 楚清禾才是将这信放在桌上 等到将桌上 这内容同样扫过之后 曲飞烟差异道 竟然是 婉婉姐姐的 少请 等到曲飞烟将这信上的内容念完后 曲飞烟才一脸恍然道 原来之前此行敬斋 联合了大唐的一些势力 进攻殷魁派 婉婉姐姐 还受了伤臂官疗伤 难怪隔了这么久 才将信传过来 对于婉婉 东方不拜吉女也不陌生 也曾知晓 婉婉在这院子里面 住了几天的时间 是现在从信上挪开之后 东方不拜开口道 但这信上除了一些废话之外 有用的信息几乎没有 楚清禾开口道 若是这上面交代的太多 反而才会惹人怀疑 以前楚清和只当那不良人最多 也就是和青龙会差不多的顶级势力罢了 带来的威胁算不上太大 若是如此 让同位顶级势力的英魁派调查一下 想要查出一些东西 并非是多难的事情 但在大宋国一行后 楚清和几人才发现 这不良人的情况 或许比楚清和想得更加复杂和神秘 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这不良人的实力以及势力 已经不是所谓的顶级势力 能够相比的了 自然 若是此时这信上 能够将那不良人的内容 以及情况阐述得清清楚楚 楚清和还会担心这信的来源之处 是属于 晚晚那边还是属于不良人了 听着楚清和所言 吉女心思转动了一下后 也明白了楚清和的意思 随后 楚清和开口道 信不信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晚晚能够如约做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 去了大堂后 倒是可以找他当一下向导 情况虽然改变 但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情况中 也能够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之前的功夫 倒也不算白费 下午 或许是因为考虑到了楚清和此时的情况 这几日中 东方不败和妖月道士 没有再将区飞烟四女 给拉到城外去揍 而是就近在这院子里面解决 楚清和也乐于看曲飞烟几人挨揍 半个时辰之后 随着东方不败停手 之前如临大敌的曲飞烟四女 皆是如是重负地倒在地上 此前一个个还标志可人的四女此时 皆是鼻青脸肿 尤其是曲飞烟 额头上两个包 脸更是肿得和包子一样 所以说 任何东西都是有着两面性 对于吉女而言 有着凤血在 能够让吉女受伤后伤势快速地愈合 但也表示着吉女更加抗揍了 东方不败和妖月 在给吉女特训的时候 也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下下手的程度 而且东方不败和妖月动手时 还比较地讲究 注重的是 既能够让吉女受伤 又不至于达到出血的程度 不至于担心奉血损耗的过多 实习后 带到吉女脸上 以及身上的伤势 全部恢复如常 在东方不败站到一边副手而立后 此时的妖月角尖轻点下 瞬间入场 休息够了就起来了 听到妖月的话 吉女心中皆是哀嚎一声 尤其是雪千寻 此时看向屈飞烟的时候 牙关紧咬 拳头都是紧紧地攥着 迎着雪千寻的视线 曲飞烟叹气道 别看了 没看每次我被揍得最狠吗 雪千寻压着声音道 那是你活该 对此 屈飞烟瞥了一眼雪千寻道 你就说这段时间下来 你实力提升大不大 闻言 雪千寻张了张嘴 但偏偏难以反驳 毕竟每天被这样揍 而且揍他们的 还是东方不败 以及妖月这样的天人静高手 带来的提声 自然非自己一人闭门造车 苦修来得大 见此 曲飞烟得意地哼了一声 然后从地上蹦了起来 片刻后 随着曲飞烟四女再一次动身 院子里面再一次 响起咿咿咿惨惨叫的声音 也是在楚清和看着四女挨揍时 楚清和的脑中 忽然传来了一道异响 见此 等到妖月这边半个时辰的训练结束后 楚清和才是对着小赵招呼了一声 听到声音 小赵连忙走到了楚清和的身前 在示意小赵蹲下来后 楚清和先是在两只手上哈了口气 然后搓了搓后才将手放在小赵的脑袋上 过程之中 楚清和也是在深呼吸 努力地摄取着小赵身上的欧气 足足三夕时间后 楚清和心中才是念头一动 系统 进行签到 丁 检测当前宿主累计签到天数达到三月 是否进行签到 确定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黄金万两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实战模拟器 星号一 一月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修为晋升卡星号二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玉芯白莲子星号一瓶 丁 恭喜宿主获取到特殊物品 无名人物卡 神座镜圆满 奖励以自动存入系统背包 请宿主自行查看和提取 面对此时签到所获取到的东西 楚清和在快速地查看了一番后 楚清和顿时眼睛一亮 修为晋级卡出来了 此前在前往大宋国的时候 楚清和便进行过一次月签 然后又接连的日签了三次 原本想的是 四次签到 怎么的也会和之前一样 要么得到一些能够提升修为的灵药 要么就能够获取到了修为晋级卡 哪里曾想到四次签到 就连紫玉曼陀罗香都在得到了一盒 但修为晋级卡这样的东西 却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见此 楚清和也只能将其归咎于出门 在外运气有影响 转打消了继续在大宋国签到的念头 果然 出门在外 这运气到底比不得在家里呀 心中感叹一声后 楚清和再次揉了揉小招的脑袋后 便打发小招去一边继续修炼 自己则是继续研究起 刚刚签到得到的这些东西 实战模拟器不用说 楚清和都已经用过两次了 正好等着楚清和通过这修为晋升卡 将修为提升起来后 顺便以这实战模拟器 去适应自己实力的同时 进一步感受自己的实力达到了什么层次 而那玉心白莲子却是一种特殊的药物 若是混合药物调配 则是能够调配出一些效果特殊的丹药 不管是对于楚清和还是己女而言 都是有着不错的作用 相比起其他的东西 此时的楚清和却是更为在意 这新得到的人物卡上 天见无明 没想到这人的人物卡都被抽出来了 心中嘀咕一声后 楚清和便将注意力放在这人物卡的使用后的修为方面 此前这积攒三个月签到所得到的人物卡 有像丁鹏人物卡那样 使用后修为才相当于大宗师镜层次的 也有像萌翅行人物卡这样达到了天人镜中期层次的 到了现在 楚清和基本上可以肯定 自己从系统之中抽取到的人物卡 修为以及实力会根据自己的修为提升 而水涨船高 也不知道 这天见无明的人物卡里面 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万剑归宗 若是掌握了这一门武学的话 倒是有些意思 不过 到底这一张无明的人物卡 对应的是神作境圆满 虽然说 此时楚清和对于无明所掌握的一门强大的武学十分好奇 却也没有浪费到 直接将这无明的人物卡直接使用掉 好了 签到也签了 接下来就先将天之花给凝聚出来吧 好 好 好